Cosco 我覺得人生啊 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夠認識有用的朋友 謝謝 你知道我已經完成了我人生 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坐上Golf的一代出去兜風 那接下來是二代囉 我們隔壁這一台 那這台是Golf二代的GTI 在台灣也算少數 那GTI來講 一代在台灣要找到GTI 应该基本上很少 没有吧 因为我应该是不可能 那二代其实 GDI在台湾认识的开始 那其实它这台车 也是第一次搭载16V的引擎 然后呢 把一些更跑位的东西加进去 那由于这台车呢 车主愿意进棚 所以呢 我们介绍下一台 好 我们进棚之后 再详细地为大家来介绍二代 接下来就是三代 非常稀有 因为三代敞篷 听说在台湾没有几台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好美 这个听说是女生车主的 是 而且也是每天开上下班 我觉得女生要能够顾车顾到这么好 很不容易 像我真的不太会顾车 是吗 你可以接受半年宴一次车吗 不太行 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 那这样就失败开老车了 因为半年要宴一次车 对 那所以其实这个女性车主 它拥有三代Golf 它的特色在哪 其实三代Golf 它有点跨三跟四 一样跟一代一样 因为它的生命期比较长 所以它的车尾是三代的样子 车头有点像四代的样子 算三点五代 三点五代 三点五代敞篷 那三点五代敞篷 其实在台湾不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是 对 trendy的东西 但是因为车主就是喜欢它这个 可爱的外型 又可以敞篷 然后开着这个车子去兜风的感觉 他跟他女儿都很喜欢 他其实不只可爱 他其实有点时尚 还有一种很复古的味道 对 没错 好 所以三代也会敬篷吗 会 哇 那我们到时候呢 再仔细地帮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于内装的部分 那它搭载的引擎也是 这一代的引擎比较不一样 它做了一些引擎动力的提升 有提升 对 那我觉得它也是2000cc的 那我们镜头内 我再给你仔细地介绍 好 看完三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代咯 不然你看这边它写 它不是GTI耶 像R32 其实我要讲一下 Golf其实是小钢炮的创始组 在欧系车来讲 因为它 所以其他的欧系厂商 才会进入这个市场小钢炮 哦 所以是Volk之后 像Focus啊什么那些 对 才会陆续才会出来 把它放比较强劲的引擎进去 跑会比较重 所以那这一台就是 当年代它们四代的标杆 就是最顶级的 它们也是第一次放了 六缸VR60引擎进去 就是这一颗 哇哦 所以其实R32 应该比GTI还要更高 对 而且那时候也是第一次 导入四轮传动的技术 到小钢炮里面 就是R32 至于呢 R32四代呢 它到底有哪一些细节的部分呢 因为这台车也会进棚 是的 所以我们到棚内的时候 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代 好 好的 五代的Golf呢 GTI相信呢 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都觉得非常的眼熟 因为现在目前中午车行 甚至于在路上啊 其实跑的还蛮多的 能界限度还蛮高的 对啊 所以它稀有程度不像 刚刚一二三十代这样子 这一台是也要讲一下 它这一台GTI 又延续它GTI的精神 比如说它椅子有 它GTI的零根纹 加上它第一次导入了DSG 双迪二气片的变速箱 也第一次导入了钢内紫盆 所以它兼顾了油耗 所以就是开始有全面性的兼顾 不是只是跑位为主 它现在就是全面性 舒适油耗啊 安全性都有这样子 对 而且在外形上 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进化 对 它更进化一点 你会觉得它真的 就有小钢炮的能力 对啊 就是它这个 蜂巢式的这些炸啊 这些东西就是比较跑位一点 接下来就是比较接近 我们这个世代的 第六代跟第七代 而且是2009年到2012年 六代诞生了嘛 是 然后第七代的话 差不多是2013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甚至于有7.5代 对 7.5代 那这两个的差异是什么 其实六代跟七代 它最大的差异就是 它底盘呢 底盘 七代就变MQB的系统了 那六代还没有 所以有人说 Golf1357比较好 2 4 6 有一点点像是小改 是不是 是啊 因为 你刚刚讲1357 它就是一直在进化论 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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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六代的话 它就是又 外观跟大家不太一样 它这一台 因为其实Golf的车组 它都是比较个性的 所以它们都会把自己的车子 打造成它喜欢的外观 而且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 就是比较 它自己的风格出来 那这台车子 它就是车主 就弄了它自己的风格 那因为它也是一直坚持 从2012年到现在 虽然它有别一台车 它还是继续进化这台车子 它真的很爱自来车 它到底进化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炸引擎盖 它的引擎盖 它的保险杆 其实它都有做一些 它自己喜欢的一些 杀气腾腾的 对 杀气比较重 那它的心脏一定更加的恐怖 它的心脏 现在目前 我一直是在500匹左右 500 腿软 所以它也会进棚吗 它会进棚 所以我们进棚后 再慢慢介绍它一下 500匹马力 多恐怖啊 那像这个7代就是大家更熟悉的 就是目前现在的 对啊 那7代的话 其实它 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 它把一些 5 6的一些 引擎上的一些耗材的缺点 都已经改掉了 所以它其实它这台车子的 稳定度是又更好了 然后再加上它是MQB 然后它的DSG 现在7.5代又变到7速 它换来又更绵密 GTI就是这样 7.5代我觉得是很适合 能文能武的车子 不过现在真的要找到一些老车 123 4代的 真的是有一点困难 对 所以很多这些人 又开回去123 4代回味一下 所以今天才可以有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的好朋友Erik 让我们见证历史 真的好像是穿越 时光隧道一样 看到每一代的Golf 从一代到七代 这感觉就有点像穿越剧一样 而且在现场 办这样的聚会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因为车变成了好朋友 他们有共同的兴趣跟嗜好 会一起聊车 怎么样让他们的车子 能够再借由这样的聚会 聚集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的 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参与像这样子的一个 台湾版的Good Wood 好木头的嘉年华会 我们进一棚内聊了 是不是非常兴奋 我相信观众朋友 跟怪姨一样 就是我那一天 真的参与聚会的时候 我都疯了 因为我的内心 就一直非常的澎湃 因为一次可以看齐所有的 Golf历代经典的车款 尤其像我身后的这一款是二代 听说它非常的稀有 我们要请我们的好朋友Erik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Erik 你好 虽然我们在外景稍微提了一下 不过二代我知道 它这一次 这个是正的GTI 是 这个是真的 还不是乱贴的 对 而且它是后期16V的 所以在二代来讲的话 其实是梦幻异品的 而且听说它的量 在台湾非常的稀少 对 真的是很少 我觉得应该是在各位数吧 在路上跑的 对 其实一代已经很稀少了 二代也很稀少 是 因为一二奶蛋 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说二代呢 比如它外观上面 还有它动力引擎上面 有什么样的特别 其实二代那时候 当初台湾那时候的总代理 有进了很像七十部 8V的 GTI进来 然后那是前期的 那前期的话 它最不一样就是 它是双圆灯而已 那你看这台湾 它是四个圆灯 它是后期的 16V开始 它就是四个圆灯 那是不是也有分 欧规跟美规 它的在灯具组上面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有 也是不一样 因为当初讲的 就是欧规的 就是一定是玻璃的 美规的是塑胶的 对 一些法令的关系 那其实四圆灯或双圆灯 就是看个人 有些人喜欢双圆灯 有些人也是把后期的四圆灯 改成双圆灯 对 其实最精神 就是它的引擎 我们来看一个引擎 给大家看一下 说搭载了16V的引擎 对 而且你看 它从8V呢 8V换成16V以后 它的引擎马力提升到 140匹左右 所以在当年那1987年 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据 已经很好了 对 而且你可以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你看一下它的保险感 也没有雾化 也没有白掉 对 还有一些用料 这么久的车款 是 你看我们现在 很多的防刮材质 可能几年下来 可能听到就是外 户外 日晒雨淋的话 可能就渐渐的会发白 是 但是它没有 对 所以那时候的用料 真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 延续金轨车的精神 因为它真的是 改变那个金轨车 那所以它就是耐用 然后所有的用料都很好 让你就是比较不会需要去 换东西 一直可以开这样子 那16V这个引擎 其实它放进去以后 又造成了GTI的 二代的二次的轰动 因为 因为马力又提升 从8V到这样子 所以它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 Golf GTI的传奇 那由于这样子 三代以后 我们大家当Golf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期待GTI 会长什么样子 当然不只GTI 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 要给大家看 当然其实除了 我们刚才看到外观 甚至于在这个引擎上面的 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包括连内装的地方 它都保留了Golf非常经典的 对 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关个引擎 应该这样看得到内装 其实它内装来说的话 它的椅子就是很经典的林格文 所以到现在一直 它都还是承携了 所有的林格文的设计 对 其实有发生在六代或七代 大概讲一下很快 就是香港的客户 其实有很多人 能跟我们买椅子 因为香港只有配皮衣 它的林格文的布衣 是不见的 所以大家都说不行 我不要皮衣 我要林格文的椅子 对 这对 才是真正GTI的 车迷在说就哭哭了 是 是 是 而且其实像二代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像它C柱 还是一样承携非常大的 C柱的一个设计 是 是 好 那我们看完了二代之后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样量非常小 虽然已经进化到三代了 可是我们现场 来了三代的敞篷 我们来看一下MK3 实在太令人开心了 本来其实三代的Golf 而且是敞篷版本的 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不过因为现场 我在当天抓到了车主 我就直接如它 一定要让我们进棚 所以现在这台 非常热血的红色的敞篷 三代呢 就是车主在旁边 派派 应该叫你阿派 好 小名叫派派 都可以 那这个派派 你有这个三代的Golf 当初你是怎么样 为什么要选择 这个三代的Golf入手 这一台三代的Golf 其实是我 拥有一些车子以后 它是我的第一台Golf 对 可是我听说你喜欢 Volkswagen的车型 对 所以你就收集一些 Volkswagen的老车 包括也有一台T2嘛 对 所以这是你第一台的Golf 这是我第一台Golf 那因为 Golf的选择跟种类其实很多 各车型都有各个等级性能 但是我一直锁定一台敞篷车 要送给老婆开 对 好幸福喔 可是你老婆会喜欢吗 很多女生会说 我为什么要开老车 我想要开比较现代的车 我要开新车啊 那你的老婆会这样吗 是不会啦 对 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一台的外型 我觉得它是蛮拉风的 对 对 而且也很适合女孩子 你看光车头 其实它 我会发现一代二代到三代 这一台敞篷 它有稍微圆一点点 对 所以你当初入手的时候 其实价格上面 你也是可以接受 你有没有说在入手的时候 你有做一些稍微升级的地方 升级的部分其实没有 因为尽量能够把它恢复成 我们可以日常代步 那不要让老婆叼掐 对 这样就其实就很满意了 所以你在一些底盘的部分有做处理 嗯 回来的时候 稍微修正一下 对 就底盘的部分修正一下 那主要是它的引擎脚的部分 也全部都得定回来把它换新 对 让它可以在行驶的过程中 可以更顺 不会说麻麻的一台老车的感觉 全部呈现出来给老婆知道 对 不然老婆到时候就会很生气了 不过呢 其实阿派啊 你不是有讲到说 你曾经因为买了这台车 其实差不多是八个多月嘛 对 差不多 那两人世界 因为要买给老婆的爱车 所以你曾经就开了这台车 后来呢 行驶到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的老婆去屁面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刚整理好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是蛮兴奋的 那终于逮到一个机会 可以带着老婆两个人一起出去玩 那就选了邻近 我们住台中市 所以选邻近的一个比较近的古关 对 但是那个时候 一心只想把棚打开 好 那等一下阿派 我可不可以一个不情之情 我可以做到车妹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知道很多对于这种老车 有爱的朋友 不太喜欢别人 就是陌生人碰他们的车 不过我们也是好朋友 我刚刚还跟你老婆 稍微聊了一下 所以OK的 那我们一起坐进车内好吗 说我们来模拟一下 当初阿派跟他的老婆 两人甜蜜世界 从台中要开到台北来的路上 开了敞篷 然后发生什么事 哇 好帅喔 而且这个皮椅是不是就是 你也是原厂的吗 对 是原厂的 那时候 你们保养得很好耶 前车主很顾 对 这个车 到现在真的是完全 我觉得真的 你顾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那时候呢 开了这台三代的敞篷 然后从台中沙上来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 就为了要开个棚 带老婆 跑个山路到谷关去吃个饭 然后再回台中 对 但是就是 万万没有想到说 其实一离开台中 是往谷关的路上 第一个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上高速公路 上高速公路 对 那风速太大是不是 当时没有考虑到说 这个风压会这么大 老婆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车上的东西也都乱飞 对 本来老婆sado的很美 然后突然之间这样子 他一定会生气啊 对 那一路上就是 老婆就开始抱怨 生气 对 当下其实对场红车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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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的感觉 瞬间就 完全破灭 破灭了 因为 听说那时候 你们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天气太冷了 对 那刚好是冬天 然后老婆的嘴唇都发白了 对 说这么冷 然后我头发要乱飞 你为什么一定要开敞篷呢 对 所以那时候 就你到了谷关之后 还没有到谷关 老婆有给你疑问吗 没有没有 不会啦 对 就到 下高速公路之后 我就赶快 老婆就说 她到便利商店 要买个热的 对 买个热咖啡喝一下 那当时她就叫我把棚关起来 好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 你就再也没开过棚吗 再也没有机会了 真的 所以本来想要买个敞篷车帅一下 结果没想到 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不过其实啦 偶尔出去 稍微便利商店买个东西 开车出去 还是可以开个棚啦 对 是可以啦 晚上比较适合 因为台湾气候太热 对 白天开棚的话 大太阳顶在头上 其实也不好过 对啊 不过其实真的在台湾 照顾这些老车 加上我们的气候的关系 要照顾老车真的要花很 你真的要很有爱心 而且要很有耐心 一定的 对 谢谢拍拍 不会